来关注持续升级的离乙局势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 19号发表讲话称 真主党武装将打击地区内 任何支持以色列军队的国家 特别是为乙军提供训练基地的塞浦路斯 纳斯鲁拉警告称 向乙军开放机场和基地 以打击黎巴嫩 意味着塞浦路斯政府 已成为战争的一部分 他表示 黎巴嫩真主党拥有新的武器和情报能力 以对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 如果乙军对黎巴嫩发动全面战争 真主党的战斗将不再有任何规则或红线 届时 以色列全境都将成为打击目标 以离局势近日持续升级 本月6号 乙军北方司令部宣布 完成对黎巴嫩真主党 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部署 11号 离真主党指挥官塔利布·阿卜杜拉 在乙军空袭中身亡 离真主党随后向以色列境内 发动大规模火箭弹攻击 18号 以色列军方表示 对黎巴嫩发动进攻的作战计划 已获批准 19号 乙军空袭黎巴嫩南部 造成三名真主党武装成员死亡 四名平民受伤 自去年10月7号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不时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袭击 以支持巴勒斯坦 以军空袭和炮击 离南部目标进行报复 双方冲突持续至今 离南部和以北部边境地区的 大量居民已撤离 中文字幕正宝贵